小螞蟻小螞蟻 爬呀爬在我心底 然後關於美國糧食,關於中國糧食 就是川普總統一個推,三萬億人民幣, 四千五百億美元,太牛了! 這麼強大自信的國,結果弄成那麼慘, 結果發生什麼?千股跌停啊,一股漲停, 這個賣米的,咱們這個共產黨宣傳的 中國的米,糧食沒問題,長年大豐收! 中國一年產7億噸糧食,還有一年竟然說了9億噸! 美國一年向外公開生產是6.9億噸到7億噸, 美國是農業大國,它的耕地面積比咱大兩倍還多, 可耕地面積,高科技灌溉7億噸, 咱們生產8億噸9億噸, 最謙虛的時候咱也生產7億噸,跟美國一樣, 完全自給自足! 那你說為什麼這個賣米的價格股票漲停了呢? 昨天我跟路德先生,我們有個通話啊, 必須佩服路德先生,在一年以前路德先生做了一個, 讓別人看得很瘋狂的節目, 中國要儲備糧食,美國可能事後要適用對共產黨的叫RICO法案和愛國法, 那時候好多人發信息說這個路德啊,胡說八道, 不懂新聞瞎說,我什麼都沒有說, 我恰恰地看到了路德先生這個偉大的一面, 沒有多少人認真做那學習, 什麼點點今天事都胡扯八蛋了,胡扯九蛋, 你點點個屁呀,你點,你懂啥呀, 你看書你學習了嗎?你都老幫菜了, 糧食這個問題,路德先生談的是對的, 最大的問題是共產黨糧食的生產量他照了講, 但也沒那麼誇張啊,他大概在4億多噸,不到5億噸, 中國人消費糧食也沒有到9億噸, 大概在6億噸左右,所以說每年中國要進口1.5億噸到2億噸, 那麼最可怕的事情,中國的糧食結構是非常誇張的, 比如說大豆,中國的大豆是極少的, 而大豆是大豆油和大豆附加品, 絕大多數89是來的美國,包括食用油, 全人類上只有中國人還吃棉籽油啊,棉籽油啊, 那就得癌症了。 然後是肉類, 只有中國共產黨吹牛叉,他們家肉吃不完, 結果這美國一不賣肉,不買美國,直接買非洲肉了, 這非洲我可是去過太多次了。 我當年我是八幾年我是八三年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在我買方便麵,那方便麵那是從台灣運過來的, 六個月在船上, 割了已經快叫你六七個,一年多, 我拿那開水屎泡泡不開,跟板磚似的, 還是死貴死貴的。 那裡的豬肉都拿啥胃的,大家去想想, 可不是吃那野菜吃出來的, 結果現在是非洲溫豬, 大家都看到了, 吃不上豬肉了吧, 竟然有壞良心的官員, 讓把所有死的豬攪成活腿腸。 我曾經在英國, 我一對保鏢跟著我, 我早上起來他給我燒腸吃, 另外那個保鏢來了, 曾經是英女王的保鏢, 郭先生你吃什麽? 我說我吃的這個鹿肉腸, 停停停停, 我說什麽意思? 他帶我在Colme Lake, 去爬山去, 他說絕對不能吃, 他說英國這個做腸啊, 鹿啊, 什麽雞啊, 根本甚至連毛都不摘, 直接就給你扔進去了, 呼啦呼啦出來就是腸, 這些腸子絕大多數都賣給中國了, 我說你們英國人也太壞了, 他說為什麽, 這個腸子和這個腸子, 都是中國人控制的, 從那我再也不吃腸了。 我在非洲, 我看著一個做這個肉鏈廠, 說是中國什麽火腸肠聯合廠, 我進去看還穿上那個防毒的, 防污染的, 壁菌的衣服還挺十大花的, 我進去了, 哇塞, 那個豬肉, 什麽腸子肚子, 啪啦啪啦就一個豬進去, 全都變成了這個火腸肠, 全部回籠到中國, 大量的麵粉啪啪的倒, 那個麵粉有的發黃有的發白, 我說這還放玉米麵啊, 他不是不是, 他有些麵粉時間長了點, 就中國人的糧食結構, 肉的結構, 食品的結構, 不像中國的產業化, 中國的產業就是大配套是成功的, 就咱啥都產, 什麽都能做, 但糧食結構是絕對不夠的, 是絕對不夠吃的, 如果是創造人禍天災, 誰也控制著老天爺啊, 爹親娘親沒有黨親, 你這個黨代表不是老天爺啊, 如果中國有個天災, 再加上這種愚蠢的人禍, 中國人又要回到王王大運以前, 人吃人換一食相吃, 兩家都不捨得吃自己的孩子, 換了孩子吃, 這不是嚇人的, 但凡有點腦子上網查一查。